大家知道我們Studio有一個鍵盤 首先要預告這星期五的啤梨晚報 大家真的不能錯過 因為這星期五的啤梨晚報 將會示播暫時暫定節目名 未必日後會是這樣的 叫勁曲金歌 勁曲金歌 想一下名字 暫暫暫定名字 勁曲金歌 但不太順口 勁曲金歌 勁曲金歌當然要有音樂 其實我們有鍵盤 但這個鍵盤是我們有個網友叫尊尼 肥尊尼 不是網友 是自己有 我忘記了幾年前 就說要丟 我先拿回來 拿回來後 然後我就拿回家 穿個客戶 有聲音就算了 我沒有再理會 接著我就拿回公司 近日我發覺要做勁曲金歌的節目 於是又把鍵盤 簡單單 就搬了鍵盤出來 那是延下的 我想現在來說 這麼多年都算是歐 但我仍然覺得他很進 舞台舞台 無論怎樣 不如 勁金歌曲吧 勁金歌曲也得喔 勁金歌曲好 勁金歌曲也 experi 歌勁 曲甘 是的 神經病 歌又勁 曲又勁 多勁勁 但我跟水王上星期六回來試試 怎料插著就沒有聲音 只穿了一個螢幕 很奇怪 完全沒有聲音 於是就算了 就算了 那就不算了 就走了 但忘了關掉它的機器 今次我回來時 畫面又有聲音 這麼厲害? 是 古惑的琴 接著我說 這樣就算了 就關掉電 關掉電 過了一會兒 我事不行 又想開門去看看 它又沒有聲音 然後過了一會兒 它又有聲音 又問是否給我撥機 那你也不用撥幾個鐘吧 我們看看怎樣 看看可不可以在這個 因為我一開始跟十三妹說我們有鍵盤 十三妹很開心 十三妹就再聯絡我 我說這個鍵盤 彈不彈到我 我會彈不到 不行 她又很懷惱 今早通知她 又可以彈 她又很開心 怎料星期五又不知是不行 現在我就叫不要認識她 現在是有聲音 OK 一定不能叫懷舊金庫的Michelle 因為我們除了懷舊之外 新歌我們也會唱的 是吧 我們會唱新歌的 所以十三妹也傳出了 她說是一個吉他手的男生 我們不要管男生的東西 還有說玩鍵盤 跟她同學的照片給我 是 十三妹說跟她差不多漂亮 我想十三妹有點抬舉自己 她的同學只能夠用兩個字形容 天鮮 天鮮 真是天鮮 我刪掉了你的照片 我看我還不拎不拎回出來 真是天鮮 真的OK的 而且 最重要的一件事 硬 當然了 十三妹是同年的 你也不會說很大 但跟硬的字也有些分別 不是 老實說 你先看完 我們不要吹水 這個就是 我先把照片放出來 多久之前那張照片還穿著校服 十年前的照片就對了 她就發了一張照片 十年前的照片 我想不止十年了 是黃紹芝中學的 大報友來的 不是 穿著校服 不是 我始終認為 女生是要到二十四五歲後才到尖峰 是 當然尖峰過後就要回落 這是沒有辦法的 希望大家留意 這個星期五的勁金歌曲 或者勁金歌曲 什麼都好 會不會整集都做完音樂節目 不知道 又或者我們 說一下時事 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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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是特色 又再說一下 林鄭月娥是一個含家產 米櫃 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也可以 看看我們能不能夾到新的火花 節目始終要多元化 好了 當然 在這星期尾之前 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我們會唱歌 但我們不能經常唱 因為始終我們是半職業歌手 如果經常唱得太多 難道你叫我啤梨去卡拉OK和你們唱歌 大哥 我出去賺吃 我怎能夠隨便唱呢 等到這星期五 因為我們星期四會試一下 好啊 好啊 會試一下樂器和歌喉 剛剛上個星期六 我們舊台有一些舊同事 你知道嗎 給你看看 我沒有發出 因為我免得 因為我現在有些事情要做 免得發出 多是非 上來我們的台 咦 你不要做什麼 誰啊 他很期待 他很期待會在我們做節目 他就說 要啊 歌唱的節目 各樣東西 結了分 不要緊的 我們做朋友而已 那是 好了 那 但我既然有些事情要進行 我當然不會打草驚蛇署 這兩天我去逛街 因為我昨天打算去買一個島 我發現現在的島真的不行 那我可能真的要一天 我們出去 上海街 是不是買廚具的那些 那些可能會有些選擇 因為這裡一定要有一個島 那些可能 再不是 如果再想 想不可能 一個貴的 幾千元就做 可能想不可能 索性去找一張實證的桌子 都可以 因為我們都是前面 放一個砧板 放一個 電磁爐 到時才想 我發覺 你以後那些設計 真的很奇怪 真的不適合我們用 是的 那些 지금 剛好 有些事